102年全大運在今日進入了尾聲 所有選手無不把握最後一天的比賽 希望能創佳績 微笑爭光 台北教育大學四位接力女泳將 在今年有陳婉容的加入後 如虎添翼 自律拿下好成績 因為我是今年才來這間學校 所以就原本其實跟他們不是很認識 對 然後是慢慢就是因為練習 然後才比較有接觸大家 應該是婉容學姐吧 因為她之前是亞運冠軍 然後又參加過奧運 然後她這次的成績就是 我們都 我們很有榮幸跟她同一隊 也很有榮幸跟她一起接力 然後她的榜樣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然後如果有時候練習有不動 學姐就跟我們說加油 然後我們就會更努力 需要團隊默契的接力比賽 使他們常常聚在一起 不只是場上的好夥伴 就連生活也密不可分 就我們會有專訓的時間 然後可以讓我們一起訓練 然後可能就培養默契跟感情這樣 一起出來比賽吧 因為就是第一次 因為我才大一 對啊 然後就第一次跟大一出來 而且還可以跟就是 婉容學姐一起出來 就是接力啊什麼 然後住一起啊什麼 一起吃飯啊什麼 就覺得還蠻難忘 就很特別的經驗吧 選手們奮力向前游 一棒接一棒 展現絕佳默契 加上隊友們一起呼喊口號 騎士高傲 更添加了贏得勝利的信心 記者蔡靜 周一華 彭宇甄 張曉玲 已然報導